哈囉大家好我是菲 各位會考生現在應該都要準備進志願選田了 那我今年原本是沒有打算要來做什麼會考志願選田分析 因為最近比較忙 但是真的有太多人在我的留言區 在去年的會考落點分析裡面詢問說是否有台南的 那我們也有答應說會做台南的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南的落點分析要怎麼去處理 那也會跟大家分享三個我覺得超棒 已經幫你整理好資料的網站 讓你可以直接知道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裡 那在介紹這三個網站之前 我們要先講一下這個前景 OK首先是你用會考成績去做落底 並不是完全準確的 因為你除了會考的那個成績之外 還有你可能其他的表現優不優良 你在學校是不是常常打架 常打架你可能被記很多過 你拿不到那個分數 那如果你前面的積分都沒拿滿 那你憑什麼用會考分數來做落點 一定不準啊 因為你前面總積分根本就沒拿滿嘛 那這邊給你可能對於這方面不太熟 或是你是家長 不了解現在學字了 分享一下 那台南區域免試入學目前超有比序 第一個修籤比例是總積分 然後第二個如果你是輔助弱勢 會優先入學 然後第三個比例是志願序分數 然後後面就是這種多元學習分數 就是我們一定會拿到 大家也是會考總積分 會考總積分是要第五個才比哦 所以不管怎樣 一定是先把這前面比完 才會去比後面這些哩哩哩哩 那志願序分數目前的話 最高是12分 然後台南現在正式改成的機車 跟桃園現在搞得差不多 台南以前是五個 然後現在變成三個一組 只要超過三個 第四個志願 他就把你算在是11分 也就是第二志願序 那差一分就差蠻多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OK 那這邊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 數據整理還不錯的落點分析網站 當然世界生命 這是建立在你的多元學習分數 都拿滿的情況下 才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好首先是這個征戰的網站 他這邊就有整理出最常見的幾個學校 那他整個要整理的都是普通高中 所以如果你是要普通高中 我覺得是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的 那他上面的資料 我覺得是整理的蠻清楚的 如果你是對於 積分怎麼算有點疑問的朋友 我覺得是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征戰整理的 那相關網站網址 這三個我都會直接放在我的 影片下方說明欄 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直接點網址進去參考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叫點錄網站 他有整理一下他弱點分析的預估 跟前面征戰整理 我覺得是有點差距 但你可以去從中間抓一個範圍 像是這邊 可能台南一中 他們分析是29.4 然後這邊分析是28.8 那大概就在這個範圍裡面的人 你是可以把他放進去的 然後後面大家可以看 台南一中 南克十中 基本上都一樣 大丸也一樣分析是大概21.6那邊 那我覺得這還不錯的 這兩個是如果你讀普通高中的人 可以參考 相對起來他放了更多的學校 大家可以看到長榮 光滑都放進來了 但說實話 這幾件我覺得放的必要性沒那麼高 因為 一般啦你升級都會上啦 這樣會不會太兇 好 那第三個是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因為有些人是想讀高職嘛 那這個是台南市補習教育協會 他們就有分享關於高職這一塊 前面是普通高中 OK 那後面 來大家可以看到功力高職的部分 因為說實話 除了功力高職 剩下撕裂大概都 是你申請就有啦 唉就是你申請幾乎都會上這樣 所以 我覺得功力高職是大家最好奇 也會最擔憂的部分 那我覺得他整理這塊就整理還不錯 也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後面還有整理武專嘛 所以不管是要讀功力高中 私立高中 功力高職 還是武專 我覺得這一份都是可以參考的 當然 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參考而已 我們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基本提醒的部分 所以 這邊要給大家做最後幾個重要的提醒 那最後我會給大家做三個提醒 第一個就是你要把握志願去滿分的選擇 那大家可以看到台南區 志願去分數滿分的情況下 就做一到三志願的十二分 後面就是一序扣一分扣一分這樣 所以是有點差距 但我們還是希望你可以把握那一分選擇 畢竟 差一分就是從A++到A++ 或B++到B++的等級 還是有點落差 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評估自己 可能想要進你的學校 你想要選校 還是選系 你未來想要走什麼方向 你要走普通高中 還是高職 這些都是要去考慮 就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 自己不會感到後悔 或是遺憾的選擇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區間排序 可能沒有到很理想 或是你分數可能很站在中間 可能5B4加這樣的分數 那請各位不要好高霧遠 你在保險區至少要填一個資源 也就是說 你可能第一個資源是比較夢幻一點 可能比你分數高一分的資源 那第二個資源可能就是跟你分數差不多 那最後可能在 第一兩分的地方 再放一個資源 那叫備胎資源 那你希望大家不要只填三個資源 至少填個六個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當然都希望大家可以至少填到九個 但如果你真的想不到填個六個資源 比較可以確保你不用去參加續招 不然去續招真的就是在讀運去抽籤啊各位 而且還要到七月底 別人底下送給錫尊 你底下唱 你在那邊想說 摘戲啊我沒有學校讀 那種時候心裡是蠻煎熬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走到那一步 那最後一個 還是要提醒 沒有什麼叫絕對正確選擇 那只有你自己適合選擇 尤其是在高值的部分更是如此 在填資源權可以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要填自己的資源 你可能是為了之後薪水比較高 我想去台積電工作 那你可能填普通高中會比較適合 那如果要去飛修科 那你一定就是走南宮或普通科 OK就走這兩個選擇 那重點還是又要問問看 你自己為什麼也要來這間學校 只要你有一個求學的心 不管在那裡都會發光發熱的 OK不管是私利還是公利 私利你也可以進去裡面當一個佼佼者 去那邊你獎學金 這些都是你的選擇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個 不會讓自己後悔的選擇囉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 掰掰